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细微处总有让人意想不到的学问 扫地到底怎样的扫法有怎样的作用呢 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 一 最佳扫地时间 扫地尽量一天一次最好是在早上 因为早上是一天的开始 这时候扫地可以扫掉昨天的煤气迎来今天的好运 老祖宗的大智慧确实是很灵验的 这是通过一代又一代几百几千年沉淀下来的 所以一天之计在于晨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生之计在于三十岁前 这是一天当中 一年当中 一生当中最活力 最朝气蓬勃 最有干劲的黄金时间 这时候的体力 脑力 智力 精力 复原力 精气神 战斗力 淡满良玉 精满弃足 等都是做事干事业的最好时期 最旺盛的时段 朋友们一定要把握住 二 扫地的风水禁忌 一 客厅或者说是大厅 一般是向外敞开的 具有收览万物知识 是用来接纳客人的地方 也是外来人首先接触的地方 因此其中必定有形形色色的人 带来的不同的气韵 所以大厅扫地时 应该扫帚向靠近外面的一侧滑动 即向外扫 这样就表示把被带进的煤气 向外清除 大厅就不会积攒太多的煤气 也有利于为好运气 积累更多的引进空间 二 房间 我们一般会把柜中的东西放置其中 同时也是亲密的人 才可以进入之地 我们当然希望自己的房间 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好运 所以房间扫地时 扫帚应该向着房门的另一侧滑动 即向内扫 这样寓意好运和财气的向内积聚 代表一次来保持房间的好运连 同时也为房间主人带来美好的心情 三 把东西一起扫掉 扫地时应该把东西扫到一块地方之后 再一起扫掉 切记拿着布景一块一块的扫 这样不管是霉运还是好运 都可以被汇集到一块地方后 再一起扫除或积累 同时扫地尽量一天一次 最好是在早上 因为早上是一天的开始 这时候扫地可以扫掉昨天的煤气 迎来今天的好运 四 大年初一不扫地 从古至今都有正月初一不能干活的说法 尤其是不能扫地和清理垃圾 否则会丢掉财运 所以大年初一全家人团聚 再加上半年的人们进出不断 吃花生 嗑瓜子 吃水果 抽烟 剥下的皮 壳 渣 纸屑 烟头 满地都是 不扫不行 于是人们就想出个变通的办法 改往外扫为往内扫 象征财宝进门 扫好后装在垃圾桶或植楼里 不倒掉 财宝便留住了 三 晚上扫地拖地不吉利吗 一般来说民间有晚上不能扫地的说法 认为晚上扫地拖地扫出的垃圾代表财运 如果在晚上扫地拖地 就会把家里的财运财气都扫出家门外 这样不仅会使财运流失 而且还会惹怒财神爷 所以晚上是忌讳扫地拖地的 但是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只是民间的一种比较迷信的说法 所以衍生到拖地也有这样的讲究 而在一些地方也会讲究卧室的话 晚上还是不要拖地比较好 因为湿气会比较重 对健康是比较不利的 但如果是夏季比较早的时候 则可以适当的拖地 起到降温的作用 四 经常扫地对家里好不好 扫地当然是脏了才扫 实时保持室内的清洁 对风水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第一 干净对家里人健康好 这是指人好才是真好 风水当然好 谁想当富有的病人 第二 干净对迎神来说容易 所有的财星 福星都喜欢清洁的地方 但要注意的是 每在适当的时间打扫 是会对运势有影响的 其实日历当中都说明 每天都有着一季的标明 如果在季会天进行房屋的打扫 自然会影响人钱财的运势 而这种情况的规避方法比较简单 只需要选择吉祥的日子进行打扫就可以了 另外 打扫的时候也要注意打扫的方向 打扫的时候一定要从里往外打扫 这种做法有非常好的寓意 会把家里不好的东西扫出去 保证了家中事业的稳定性 注意不要弄沙发和床 不然我们的生活会走下坡路 五 打扫家能转运 一 财神爷喜欢住干净明亮的家 你去旅游 有两个朋友热情邀请你住他家 一个朋友的家干净明亮整洁 一个朋友的家脏乱臭 你选择住谁家 肯定是选干净明亮整洁的 而神和你一样的智慧 神也喜欢住在这样干净明亮的家 像财神爷常常光顾你家 行动起来打扫吧 无论是小家还是企业 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窗明激进 反之一个濒临破产的企业 一定有一个肮脏的角落 二 清理家就是增长智慧 每当有烦的事和情绪时 请清理家吧 我们外在的环境是内在的投射 那些脏乱臭 代表的是内在的负能量 以及情绪堆积 动手 一周一小清理 一月一大清理 让环境变清爽 人住里面自然舒适 幸福感自然增加 幸福感增加将带来成功 而那些不幸的人 通常生活在凌乱脏腕的环境中 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家里的脏乱也带来思想的混乱 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大脑中的垃圾 智慧 智慧 自然会增长 三 清理家就是丢掉病菌 我们路过垃圾厂 习惯掩住鼻子快走 长期待在脏乱的家 如垃圾厂 久入蓝室不闻其香 久住脏屋不绝其乱 在垃圾厂般的家久住 外在的脏乱容易引发身体的疾病 清理家就等同于清理病病菌 身体自然更健康 四 清理家就是提升正能量 电视剧中鬼屋都是长满蜘蛛网 灰暗 而天堂则是光亮 富丽堂皇 所以灰暗的家吸引不好的能量 能量不好 财运自然不好 而光亮的家吸引好的能量 正的能量 能量好 财运自然好 六 扫把不能摆放的位置 一 不能正对门窗 假如将扫帚迎门窗而放 让人在门外或窗外 一眼就能看到家中的扫帚 不光会使财运难以进入 还会将屋内的财运扫地出门 使家人没有钱赚 常常破财 二 不可放在客厅角落 对于客厅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员聚集的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往往人流量也是比较多 家里人待的时间也是比较长 如果扫把放在客厅 扫把上的脏东西容易飞到人的身上 也是把脏东西吸引进屋 因此扫把绝对不能放在客厅角落 三 不能放在门口两边 门口在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风水地方 因为意味着财源广进 人口兴旺 而这个地方两边放着扫把的话 很容易就会把扫面上面的脏东西通过风吹进家里 也会使通过人带进家里 非常容易就把脏东西引进屋里 四 厕所角落不可放 很多人都觉得厕所是一个很脏的地方 因为是人体排泄废物的地方 并且很多脏东西 因此把扫把放在厕所 因此扫把更加的脏 而扫把还会用来清扫屋里的其他地方 这个时候很容易就把脏东西引进屋里了 摆在这里不安全 五 客厅墙壁不可放 在自己客厅里面的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都是不适合摆放扫把的 因为客厅整体就是一个藏风聚气的地方 如果把扫把在自己客厅里面摆放的话 就很有可能会导致客厅里面的气息无法聚集 因为扫把会把这些气息都给去除掉 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 六 大门口不可放 大门口也不可以摆放扫把 因为大门口说出气入气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在这个地方摆放了扫把 气息就无法进入自己住宅内部了 还有就是大门口 也是一个和人缘有关系的地方 摆放扫把在这个地方 无疑也是很容易导致人缘也变得很差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